Dawors Clostes Parson 雪场是达沃斯境内最大的雪场 雪线长度102公里 其中20公里蓝道 60公里红道 16公里黑道 6公里freeride 最长的一条雪线是8公里长的21号红道 你能直接滑到Clostes去 因为雪场覆盖了达沃斯和Clostes两个小村庄 所以雪场名字就叫Dawors Clostes Parson 可以从达沃斯Dorf或者Clostes那边上山 但是两个村子之间坐火车需要半个小时 所以一不小心下山到Clostes的小伙伴 可能还是继续坐缆车上山回达沃斯比较方便 我们住的地方在达沃斯Dorf去坐缆车走路只要10分钟 在瑞士所有雪场境内只要有雪票 并且你带着滑雪的东西就能免费坐公共交通 我们现在在梧下上山看着山河斯多哈 不然在梧下山河斯前河斯也有一种 因为在梧下山河斯上山河斯再加草山河斯 也就有你可以寻找到梧下山河斯 就是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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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过不去 因为我就跑到这里来了 这路了百分之百的电 这是绝对路径了 我都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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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 我都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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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东哥很喜欢的一条线路就是19号红岛 全场1.9公里 然后下来之后只需要花五分钟 就能坐4KZIPER缆车 上去继续刷雪道 因为雪场高低起伏 需要冲坡 雪道特别滑的人又不多 特别是便利用什么打扯地放入新的小众 wieION不大便利用这些房间这里 特别适合搞出花心 快的小伙伴10分钟就能来回一趟 比如说小周同学和我 还有一点想要提醒那些想滑越道的小伙伴们 希望看清了路线再下去 有可能你不小心还能泡个澡再下山 因为学场里面还会有冒泡泡的高珊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